他相约四位高僧一起从长安出发西行 发现的目的是到佛教的发源地天主 求取完整的佛教戒本 两年后 也就是公元401年 一位西域秋辞的高僧来到了发现 刚刚离开的长安 他就是影响了中国佛教历史的著名高僧 纠摩罗什 在秋辞现在依然可以看到他的雕像 纠摩罗什的年龄比发现小九岁 到达长安时已经五十八岁 而此时发现异形已经到达葱岭附近 那个时候交通远远不像现在 非常的艰难 高山远走大漠流沙雪山 你想想那么多那么远的路程 中间还有几乎是无数个国家 要去非常艰难 从释迦牟尼在世 直到他灭读五百多年的公元一世纪 这段时间里 佛教仅有口传的经典 没有任何文字记载 口口相传 是佛教流传的重要手段 直到八百年后 发现新型求法时 这种口传方式 仍然被僧人们采用 我们可以用简单的文字 大致描述一下 发现此分行程所走过的区域 他首先从长安出发 进河西走廊 进入干旱的沙漠 穿越今天新疆的广大区域 越过村岭 经过今天的巴基斯坦 阿富汗 进入北印度 游离了当年原始宗教的发源地 以及释迦牟尼生前宏教活动 所经历的恒河中下游地区 然后渡海进入斯里兰卡 经宋门达腊 由海陆回到山东劳山登陆 第二年回到当时中进的首都建康 整个行程历史漫长的十三年 访问了西域六国 天主二十一国 共计二十九个国家 在靖堂 塔设领助手在不到七年的时间里 共一出经历六部六十三卷 在法险回国一年后 也就是公元四百三年 七十岁高龄的鸠摩洛氏大师 在长安大寺元祭 完成了他在中国的印经事业 被后世称为中国佛教四大义师之一 两位素未谋面的高僧 日后成为当时南北当国佛教的代表人物 纠摩洛氏在晚年十一年里 比根不错 共一出佛经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 当时参加《易经》的人数 长达五百到八百人 在翻译《妙法莲花经》时 就聚集了两千多人 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异差 九摩洛氏从西域来的 他生长的环境呢 早就他很多 会都会很多种语言 语言天空本身他就很高 同时呢 他又在那种环境中 在西域那一带 所以本身从小长大 接触的语言就多 就是因为他的到来 中国才第一次 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佛教教理 因为整个中国这个全部的中国人民 对佛教的理解 都完全取决于佛经的翻译 两位杰出的高僧 一位西去一位东来 意志坚定 为佛教的传播弘扬 欧兴力学 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近两千年来 像他们一样 西去东来的高僧不计其数 很多人抛尸荒野 很多人克死他乡 赶先帝的信仰 促使他们前赴后继 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 佛教这一流行于 横河上游一带的地方性宗教 最终传遍了世界 中国从晋朝永家五年算起 到随开放九年及公元五百八十九年 陈朝灭亡 大封裂持续了近二百八十年 大乱之后的中华大地 一种长期被压抑被积聚起来的 巨大生命活力的原始能量 以一种令人羡慕的方式爆发出来 由此大唐盛世孕育而生了 佛教在中国也真正迎来了 他辉煌灿烂的时刻 唐朝的这样一个地位 政治上是包容的 文化上是包容的 宗教上同样是包容的 反映唐朝 唐朝 李唐朝廷 他们那种 扩大的胸襟 辽阔的眼光 和包容精神 这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种很重要的 一种精神财富 法门寺始建于东汉年间 原名阿玉王寺 唐初改名法门寺 成为皇家寺院 法门寺塔 因葬有释迦牟尼的 一节手指骨而得名 唐朝是法门寺的 全盛时期 他以皇家寺院的 显赫地位 曾有七次开塔 迎请佛国的盛大活动 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翻过高山 穿越沙漠 可以想象佛教东传 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程 至于佛光 何时照到了观中周远地区 并践踏安身 似乎一场千古谜团 而陕西法门寺 由于供奉的释迦牟尼佛谷 设立和独特的地理位置 奠定了他在中国佛教界 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东汉之后到明代 牧宗龙庆二年 即公元1568年 一千多年的风风雨雨 刀光剑影中 法门寺先后经历了四次大规模致命的细节 宝塔和寺院屡屡变成一片废墟 没有人意识到 在一代代留下的废墟下 一直埋藏着一个千古之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